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总是说老来伴,老来伴, 就是老了之后能有一个人陪伴在身边, 一起白头到老。 但是生老病死是人都要经历的。 两个人一路磕磕绊绊, 相互陪伴扶持。 再恩爱的夫妻, 还是免不了有一个人要先离开人世, 先走的那个人是不孤独的。 而被抛下的那个人, 心里难过的只有自己才会明白。 但是无论怎么伤心, 生活还是得继续。 这个时候, 大部分老人都会选择再找一个老伴。 因此, 老年人再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那么问题来了, 60岁的老年人, 二婚以后第一次圆房会有啥感受呢?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的。 那么老了以后, 二婚第一次圆房是啥感受? 今天,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宋大娘是怎么说的。 60岁宋大娘, 她给我太多惊喜。 60岁的宋大娘, 我也没想过我会二婚。 我跟我前夫离婚已经很多年了, 我前夫竟然跳交易舞了。 前夫年龄比我大八岁, 在他跳第二年到交易舞的时候, 就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了。 我发现我前夫背叛我了, 然后我就跟他离婚了。 在这里再次说一下交易舞的事情。 说真的, 老年人最好就不要跳交易舞, 哪怕你没有什么坏心思, 可是并不代表别人不会有坏心思。 老年人最抵挡不了的就是这些诱惑。 你没有坏心思, 但是别人不一定这样想的。 我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他对我挺好的, 也对这个家挺好的。 就是一个这么好的男人, 居然会背叛家庭, 背叛婚姻。 我和前夫在一起一辈子的, 可是到最后他居然会背叛我, 就是因为那个女人不断地骚扰他。 然后我前夫慢慢地为之所动, 最后我前夫就背叛了我, 背叛了家庭。 当我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前夫已经回不了头了。 既然回不了头, 那就算了吧。 我选择成全。 就这样我得到了一半财产。 一半财产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足够我养老了, 也有三十多万。 而且我每个月都有一千多块钱退休金。 虽然现在我没有房子, 可是我可以租房子住。 每个月租房子六百多块钱, 伙食费加起来刚好就一千多块钱。 而且我感觉我现在挺好的, 什么也不用做。 以前在家的时候还要照顾家庭, 照顾前夫, 现在无事一生轻。 我万万没想到, 在年前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男人老张, 没想到我居然会跟老张恋爱。 那时候我租房子, 这边水龙头漏水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房东, 让他安排人过来修。 可是房东跟我说, 最快也要明天了, 晚上了没人愿意过去帮忙。 不休的话, 今天晚上我怎么睡觉。 我倒不是省那几块钱水费, 我是怕今晚睡不着, 水龙头滴滴答答。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 跟邻居说了一下, 问他能不能帮忙。 我没有抱着他能帮忙的心态的, 我只是随口跟老张说一说而已。 然后老张真的认真了, 他拿起了工具来家里面修。 他除了帮我修水龙头以外, 还给我弄好了电饭锅, 以及我竟然弄坏的风扇。 他还告诉我要怎么注意 这些用电安全。 他说他以前是一个电工, 在弄水龙头的时候 还不小心弄湿了衣服。 我还拿了一个毛巾给他擦, 可是老张却拒绝了。 老张说这两步就到家了, 又弄脏我的毛巾, 还说有什么事情 就尽管找他吧。 从那以后, 老张对我特别关心, 什么事情都会为我着想。 很多次, 我都去他家里面坐坐, 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孤寡老人。 他老婆跟他已经阴阳两格了, 而我跟我丈夫也离婚了, 这个是不是命中注定的? 从那以后, 我跟老张的关系 就多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清静。 很快我就跟老张在一起了, 是我表白的。 我跟老张说, 要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他说, 我们搭伙过日子的, 毕竟我不知道 人家愿不愿意和我结婚。 可是老张却说 打伙过日子就算了, 听到他这样说, 我心都凉了。 然后他说, 打伙过日子对我没保障, 要不就再婚吧, 再婚对我有保障。 我就没有想过 他会同意再婚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选择 打伙过日子就算了。 没想到老张 居然会主动提出再婚的事情, 就这样子 我跟老张再婚了。 我们两个人 办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婚礼, 年轻的时候 结婚没有办婚礼, 反而老了 办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婚礼。 来家里面吃饭的人非常多, 足足摆了三十多桌, 虽然花了不少钱,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我也没想到 我跟老张的事情 会发展得这么顺利。 以前我们只是恋爱, 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现在结婚了, 在一起了, 却让我感到很紧张。 毕竟除了我前夫以外, 我就没有跟其他男人 在一起过, 就别说跟其他的人 住在一起了。 我跟我前夫 是父母之命, 现在跟老张 是自由恋爱, 让我又紧张又激动。 我就静静地 坐在那里 等老张进来。 好不容易送走宾客, 老张就一个人 坐在客厅那里喝酒, 一直到了晚上 十一点半左右, 老张才醉醺醺醺地进来。 我有一点点失望的, 毕竟这是我们 第一次在一起。 可是我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今天这么高兴, 而且我已经坐在 房间这里等了老张, 足足一个多小时。 这一个多小时里面 我没有玩手机, 也没有跟老张说什么, 我只是静静地 坐在这里。 面对老张 有一种说不出的行为, 我们两个人 终于在一起了,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总感觉到幸福 充满了余生。 我希望我的余生 能够幸福快乐。 奇怪了, 老张怎么不过来拥抱我, 怎么不过来跟我说话, 我走过去看, 才知道老张已经睡着了, 估计是真的醉了吧, 还是有点失望, 也有一点失落。 然后我就打算 用热毛巾给他擦擦脸, 然后就扶他上床睡觉了。 就在我把热毛巾 放在老张脸上的时候, 老张却拿出了一个盒子, 然后放在我跟前说, 亲爱的,打开看一下。 他叫我亲爱的, 我有点适应不过来, 我慢慢地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居然有一枚精致的戒指, 然后我说, 这个戒指肯定很贵吧, 明天拿去退了吧。 可是老张却说, 再怎么贵, 也不及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老张这个戒指, 再加上这句话, 深深地感动到了我, 这个惊喜也太大了吧。 我也没想到, 自己还会收到这么好的戒指。 就在我要收下戒指的时候, 他又拿出了一条项链, 还说我一直就缺一条项链, 今天就送这个项链给你。 我也不知道老张是从哪里学来的话, 他今天说的话真的很懂我心。 就在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他拿出毛巾给我擦眼泪, 还跟我说, 从此以后会好好戴我的。 简直是太惊喜了, 我没想到在园房之前, 还收到了这么多的惊喜, 而且他还特意为我脱鞋子。 我跟他说, 我站了一天, 脚都软了, 尤其是脚趾头都已经起泡了。 他就不断地为我按摩, 很多男人都嫌弃女人的脚, 总觉得女人的脚很臭, 可是他一点都不嫌弃, 不断地安慰我, 不断地帮我揉脚。 最后还跟我说, 让我等一等, 他去打一盆热水来给我洗脚。 然后我说不用了, 这些东西我自己来就行了。 可是老张却说, 你是我老婆, 我不为你洗脚, 我为谁洗脚。 太完美了, 我感觉这个老张太符合我了。 最后, 我没有让老张去打水给我洗脚, 反而是我给他打了一盆水。 他对我那么好, 给了我那么多惊喜, 我很满足了。 最后我洗好脚以后, 他就开始拥抱我, 然后把我慢慢地抱上床, 开始吻我的脸, 脱我的衣服。 对我说,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他的气息, 我紧张到不知所措, 只是害羞地把头埋在他的脖子处, 轻轻关上灯。 那天晚上既紧张又开心, 我感觉自己再婚, 选对了人, 他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可能吧, 可能老张就是上天派来补偿我的。 我跟我前夫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我为我前夫付出了那么多, 到最后不但得不到幸福, 反而还被前夫嫌弃, 还被前夫背叛, 上天也看不过去了吧, 所以就派老张来补偿我。 我对老张还是很满意的, 现在我跟他在一起, 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一想起第一次圆房的时候的事情, 我整个人都很开心, 让我感觉余生充满了幸福。 是真的, 他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天晚上让我都睡不着, 我一直在回味他给我的惊喜, 他跟我说的话, 反正如果再给我选择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选择跟老张在一起的, 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才会有幸福。 我太爱我的老张了, 真的想想都觉得幸福。 对于这样的事情, 只要自己感到幸福, 那就足够了。 虽然说老人再婚这样的事情, 很难获得幸福, 但是也有例外存在, 希望你就是那个例外, 希望所有晚年再婚的老人, 都能够一起幸福下去。 当然了, 老人再婚之前, 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 再选择再婚。 如果了解清楚了, 可能会过得幸福, 就像宋大娘一样。 如果没有了解清楚, 那还是不要再再婚了。 没有了解清楚的话, 很难获得幸福, 到时候不但过得不快乐, 甚至还会让你过得苦不堪言。 总而言之, 老人再婚会过得怎么样, 取决于你遇到的人怎么样。 有人欢喜有人愁, 凡事都有两面性, 再婚的人可以过得快乐, 独居的人也可以过得自在。 要记住, 重要的是放平心态,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对于那些美好的老年二婚,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大家都能收获 美满的二婚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